难道有这么一个清楚的饮食指南 又是一堆博士写出来的 我觉得它总比完全没有指南强多了 第一个缺点就是它的餐单要求非常的可可 不能吃个食物非常非常的多 哈喽你好我是一星 欢迎来到一星TOP频道 健康是一种选择 no health no health 今天想和大家继续分享自身免疫疾病相关的话题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YouTube视频的话 我的频道主题之一就是科学健康养生 我录了好几场的就是自身免疫疾病相关的视频 甚至还开了研讨会 这是因为我自己也患了这个疾病 所以特别的感同身受 在研讨会中就有人问我 一星老师你没有使用自免疫血液饮食呢 简称叫AIP Protocol或是Auto Immune Protocol Protocol 所以我在想在这里和大家聊聊 我怎么看待这个饮食方法 在这之前就让我大约的简单的和大家讲讲什么是AIP饮食 AIP饮食是一种股市的饮食 这个饮食的主要目的在于减少炎症 缓解自身免疫性疾病引起的症状 AIP饮食被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排除期 在这个阶段可能引发炎症和过敏的食物都拿掉 然后鼓励吃大量的营养 整个排除期大约是6到8周左右 被排除的食物就包括茄属的植物 比如说西红柿 土豆 辣椒和茄子 然后谷物就包括燕麦 小麦还有米饭 豆类也包括黄豆 花生 还有要排除就是乳制品 还有就是要排除一些植物油 那么还有坚果之类如药果 核桃也是要排除的 然后种子类的如苏味草籽 南瓜籽等等也是要被排除 然后就是食品添加剂 比如说金字或添加的糖也不可以 然后蛋 酒精 咖啡等等都不可以的 这么多食物都不能吃的 还有食物可以吃吗 还是有的 它鼓励你多吃什么呢 比如说任何的蔬菜都鼓励 除了茄属类的植物 还有刚才所讲的那些植物 然后含有Omega 3的脂肪酸的海鲜也是可以吃 发酵的食品如泡菜 康普茶 或者是动物的内脏 但是水果少量就好 还有就是有些油也是可以吃的 比如说橄榄油 叶子 二鲤油 那么你会想刚才排除的食物永远都不可以吃吗 不是的 然后排除期过后 其实它就叫你慢慢的把刚才所排出去的那种食物 慢慢的就加回去你的那个食物榜单中 那么这个也被称为第二阶段就是重新引进阶段 在这个阶段你会把之前消除的食物一次一个 慢慢的又开始加回去你的饮食 然后每次一次新的那种加回去的食物 你就要花几天的时间慢慢的观察你的症状 如果没有症状代表这个食物不是诱因 然后重新引入下一种食物就是如此类推 AV饮食的整个过程包括消除阶段 再加上之前的那个排除阶段需要大概是12到16周左右 我先信大家对AIP饮食现在有了基础的了解 那么我就和大家谈谈我的个人看法 我先讲好的部分 科学家研究了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多年 大家都还没有搞清楚怎么一回事 其实自身免疫性患者自己也是非常的迷茫 难得有这么一个清楚的饮食指南 又是一堆博士写出来的 我觉得它总比完全没有子娘强多了 就好像是与其在大海中漂流 不如抓住一块浮沫 那么漂流的日子就可以轻松一些了 不是吗 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好的部分 我就是非常认同它的种子 那就是把可以引发炎症的食物 从热肠饮食中拿掉 这样就可以避免加重是生免性患者疾病的那种症状 就好像亲戚已经这么热了 你还盖棉被身体肯定热的受不了嘛 那么把被子拿开就舒服多了 大家觉得对不对是不是很有道理呢 嘿凡事都有优点也有缺点 然后再来我就谈谈它的缺点吧 那么觉得第一个缺点就是它的餐单要求非常的可可 不能吃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大部分呢都是日常会吃到的一种食物 所以执行起来呢特别的困难 每天都要哭了 哎呦我今天还有什么可以吃 这样的日子呢太饶人了 一旦麻烦又很艰难的话 人们呢就很难去坚持 就很容易放弃了 那我觉得它的第二个缺点呢就是 拍出的食物不见得食恶不涩 反而有足够好处 比如说苏维桃子富含Omega3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炎症 然后大冬呢富含蛋白质 可以帮助补充蛋白质和钙质 又不会引发肠道发炎 然后他所说的物骨杂粮也不能吃 但是它可以让我们有饱足感给我们能量 适量的吃可以避免我们去吃垃圾食品嘛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呢 完全的把它从我们的饮食中拿掉 然后很多科学研究呢也是很过时的 科学研究也是要以食并进 就算是食品科技 就好像我上次讲的那种 喂大豆生源那一个视频 当年科学家就是对大豆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 才会产生这么多的误会 再者呢排除了这么多的食物 可能也会造成营养不良 减入了我们的免疫系统 那么第三个我认为很大的缺点呢 就是ARP饮食所建议的食品呢 很多也不见得是健康食品 我没有反对偶尔可以吃这一些食物 但把它推崇为一个健康的食品 还特别交代应该多吃 我真的觉得没有这样的必要 比如说来自动物的Omega 3 它有重金属污染 还有高卡路里的那个饮用 那么呢动物的内脏啦 大家都知道感染过程偏高的 然后尤其是肝脏还存有很多的毒素 你叫人家多吃这种食品 还有发酵的食品呢 看起来很多人觉得很健康 其实如烤菜啊 控补肠呢 在发酵的过程呢 让有害的微生物 如黎菌啊 增进以及细菌呢 产生毒素 而这些毒素呢 高温煮不了的 就会对基因呢 和细胞造成损害 而且会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 然后再来一个例子呢 就是椰子油哦 大家最近都在推崇椰子油哦 其实椰子油里面呢 90%是饱和脂肪哦 它比奶油甚至比猪油更多哦 高饱和脂肪的饮食呢 会增加体内的坏胆过程 也是LDL 而提高罹患心脏病的风险 你一心呢 其实就原本想让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症状减下来 结果呢 症状的不减 有什么好转 当然还引发了其他的疾病 不是得不偿失吗 然后第四个缺点呢 是我自己本身最介意的一个缺点 是什么呢 然后你重新引进的阶段呢 有太多太多的不确定性 除非你对食物有过敏的 不然的话呢 你通常不会立刻有反应 就算是吃了有炎症或过敏反应呢 过后 我们也需要考虑 你那天还吃了些什么 可能会启动这个炎症反应 然后当时你身体的那个环境 是否有其他的过敏源 然后你最近呢 是否熬夜啊 进行低落啊 导致你的免疫力变差 身体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等等等等 其实真的有死不完的可能性 所以呢 当你花了那么多的精力 心思去记录一个 这么多不确定性的食物 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太传统 也太辛苦了吧 总结来说呢 我觉得 AIP 饮食呢 可以给40%免疫性 即便患者呢 一套减少延伸的饮食指南呢 还是蛮好的 只是只是对食物的要求 非常的苛刻 很多食品不可以吃 让人感觉就是很烦 所以比较容易放弃 而且呢 排除的食物也不见得不好 鼓励的食物又不见得很健康 所以其实让人家就觉得很纳闷 还有呢 重新引进的阶段呢 就是充满不确定性 我一个人的立场呢 我是不会使用 AIP 饮食 你可以把我的意见当一个参考 然后自己去做一个判断吧 然后本身呢 是以333饮食原则为主的 如果你不懂什么是333饮食原则的话 你可以点击视频的链接 然后参考参考 你可以来听听我的元气自身 免疫自然疗法研讨会 在这个研讨会中呢 我也是会分析饮食这一块 好吧 今天也聊得差不多 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或电邮给我 我和我的元气顾问团呢 会一一的回答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价值 让你学到一些东西 或得到某一些启发 希望你能不能为我点个赞 同时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你也可以到我的IG看看我的热肠 祝大家健康快乐美丽每一天 拜拜 哎 最近有个男生在追我哦 他虽然没有什么钱啊 社交易程度也不是很高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情趣 也没有什么送信心 但是呢 起码他四次发达嘛 而且呢 又不投又不抢了 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你觉得呢 是不是有人醉就好咯 还是要好好更好的呢 你可以告诉我吗 啊 你可以告诉我吗 你会给你打开小银武器 给你帮我 你身体不耐心 你背外 我就可以张家 因为 你 你 我